歡迎大家收聽數碼生活頻道 歐陽 登神 登神哥 剛剛聽這首歌是什麼呢? 這首歌我想沒有人不認識的 一直都在說有沒有鬼啊? 原來真的有鬼啊! 原來真的有鬼啊! 到處都是鬼啊! 嚇死人啊! 我還在說魚蘭節 我們現在錄音是8月15日星期四 是8月15日 如果早日錄的話 我們就不會說到這麼深入的鬼的情況 最恐怖的鬼故事是昨晚發生了 昨天在深水埗那裡有些詭異 但是我們由最開始先說 由鬼拍後尾就開始先說 當然是在說這個雷射槍的問題 我們上個星期二錄音 錄完之後 怎麼說 錄的時候是想著 昨天剛剛罷完工搞到這麼嚴重 都休息一下吧! 誰知道你就是要搞這些事情出來的 是 那如果你說雷射槍 其實那件事呢 我也覺得很詭異 那件事呢 捉了 捉了 誰啊? 死了 我都不記得他叫什麼 這麼大學會長 那天 其實很好笑的 因為我看那些片 為什麼會搞一下搞一下 因為那條街我真是很熟悉 我簡直是在那裡住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一看那條片 奇在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那些街坊 而有部分街坊 我是認識的 後面叫警察那個 就是罵警察那個阿嬤 我是認識的 他不知道在附近 可以當作電心還是什麼 都是那附近的人 其實那群人 九成以上是藍絲 我簡直是意想不到 在鴨記那些老爺 那些街坊 其實大部分是藍絲 小部分 其他那些都不知道什麼絲 你都只能夠當是親政府分子 起碼不反政府 藍過你是不是 藍很多 即是那些阿伯 你一說中國不強 但立刻打勾你那些 那我就覺得 沒有理由 我一看 為什麼會一群人湧出來 猜人 後來我覺得 有時候這些街坊 真的會有一刻著了 是激於義憤 在他眼中可能 你這麼大班人 四五個大隻佬 在欺負一個小孩 然後有些人覺得 很離譜 一來 他也是在鴨記買東西 始終他也是消費者 我這頭消費那頭被捕 你作為一條當主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這條小孩剛剛在我檔口消費 那頭被捕 如果那個所謂雷射槍 其實我們叫筆 都是攻擊性武器 鴨射槍是甚麼不是武器 鴨射槍是連德州電鋼殺人狂 那些 那些電鋼都可以賣 有人買了 你馬上說是武器 抓人 我還想做生意 大哥 那鴨射槍是軍火庫 按警察的標準 當然是軍火庫 我剛剛很幸運 我就是之前 深水埗第一次淪陷之前的幾天 我才在那裡買了一個大容量速電裝置 其實是電池 這些是做米加粒子炮那些必備的零件 不是洋電子炮 打算絕對領域嗎 EVA那些 他首先要有電 然後儲了幾天之後就發炮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深水埗 對著警署 儲了十天之後 十天之後有人發洋電子炮 不是吧 大哥 這個叫香港矽谷 的地方 你以為真是玩嗎 每一樣都說是武器 如果你這樣說 你鴨射槍的喇叭 那些還不是音波炮 他平時天天開到噴噴聲 頂你那一塊 現在那一檔其實已經收了屁 以前有一檔在街上 是賣最便宜的大陸喇叭 他專門開到大大聲 在那裡轟人 後來我想 還要那些M是無限制地推上去的 那當然 你在鴨技買到各式各樣的武器 是正常的 對 那些檔主馬上湧出來 喂大哥 你剛剛買東西 你都可以拉 那我就不想做生意 我想街坊真的激於義憤 我一看我已經覺得 沒有理由 那裡是藍絲陣地 為何會在藍絲陣地有人湧出來 警察呢 那幾個警察又是有問題 後來他叫一群軍裝來驅散這群藍絲 我真的覺得這個畫面 真是超現實 你這群伯伯 你終於有今天了 所以現在連深水埗的街坊都不托他 很難拉著 那群是激進藍絲來的 尤其是他當日拘捕哥哥仔的位置 就是大家樂 大家樂對面有幾張石椅 長期註冊有超過二十個藍絲的阿伯 二十個藍絲的阿伯 只要你嘗試說一句中國不好 你死定了 但現在你去說警察不好 就很多支持者 當然是 深水埗是一個警察的價值觀很難彰顯的地方 即是他嘗試在那裡捕哥哥仔 其實那些街坊是一種鄉湧 即是一種鄉湧心態 他根本都分不到到底是什麼事 甚至乎可能那件事是真的 即是如果那件事是真的 你當哥哥仔真的買了一把老牛 在身上摸了出來 其實那些人照會他 那些人純粹在街市 可能自古以來被人欺負得來 即是你經常都有很多不合理的事 那你一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 很容易穿著 尤其是有部份老牛 那裏有些街坊我認識 即是街市的人 當主那些 我媽媽 從小買到大 那他們更加對警察的感覺 即是藍絲是一件事 撐警是另外一件事 大家要教清楚 他是藍絲 即是合完警察 他都可以照是這麼愛國的 但是呢 對警察呢 我就覺得他們是容易有變化的 原因很簡單 以前在街市 是有一種 有一種 叫做 如果以前是有得貪污的年代 即警察是會貪污的年代 他們是會經歷過收租佬的年代 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看那些 我不知道雷樂轉 會不會說這些 以前 警察是會聘用一些 所謂的收租佬 那些收租佬 就會在街市 店舖 這些街道地方 收拖地 好聽些 就叫做收管理費 事實上就是一種拖地 而那種 就是 警察包庇的 所謂的 他又不是片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做收片 總之是會警察有條數收的 70年代 70年代前 那些那些就簡直是 70年代前 即警察是會收 我們個個都看過 世大探掌雷樂轉 就是這樣 他會在街上收個保護費 而深水埗很多這些街市的人 雖然現在老了 在這裏 他一輩子都在這裏生活 他當然是接觸過 而且我簡直有第一身經歷 因為我有個uncle 就是 曾經是那個年代做警察的 他就是聘請過收拖路 這個就簡直是 我自己知道的事實 即是他這樣跟我說 我沒有辦法查證 但我透過看不同的電影 看回來都是差不多的 我只能夠當著那些電影是真的 何況我加上這個uncle 他親口跟我說 他後來當然是 發了達退了休 所以我才曾經在這裏說過 我說現在的警察其實是不直撥的 那個銀碼 因為我這個uncle有的錢 你是意想不到 就是你一個警 我不知道他那些是否叫警署探長 以前那些職位都不知道 我不會分 但是 如果按現在的幣值 我想 一兩億身家有 如果轉 他都是資產 有十層八層樓 有三幾間店舖 就是這樣 以前 所以你說做音質的事 我就是問 我是一個很犬餘的人 我覺得 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個價 我不相信有件事 除非很超脫的人 如果不是太離譜的事 很多人都會心裡有個價 例如 我相信很多人只是個價的問題 到底是一百萬 五百萬 一千萬 你肯做呢 以前 在通街都是貪污的年代 其實那些警察都是做這些事 但是那個價錢是 是高到你會做 你才會動手做的 他得到的事 可能是 我在這裏做過探長 一年可能找五層樓 我問你 現在做過警察 我任你說 你賺五萬元 十萬元 你自己說 你做多少年買一層樓 你知不知道 泰古城一千二百買一層樓 買一層三十多年的泰古城 是要一千二百萬 你作為一條警察 其實不值得 那他是政府宿舍的 我就是說相對 只是一份工 他出給你一份工的糧 不值得做這些事 那至於為什麼說他是鬼魄後尾陣呢 那就很簡單的 固然 固然之後 Fatwire就出了片 就說那幾條警察 絕對不是 剛好走過 撞到的 是一直在這裏 吊著吊著尾 那就是 前前後後的走來走去 即是那條小孩 在這裏隔一間 逐檔問 這裏問一下 那裏問一下 走來走去的時候 那幾條人又在這裏走來走去 絕對不是剛好吃完飯走過的 但是這裏都不是鬼魄後尾陣 鬼魄後尾陣是什麽呢 就是笑 笑了報紙 人家已經馬上問你了 你這樣不是破壞證物 他拆開了袋子 拿其中一支出來入電 沒錯 這個破壞證物 因為那個問題是 香港不是大陸 大陸呢 你上電視認罪就可以了 然後不用審的 但是香港 你是要說那個證據 一定只能夠在法庭上 如果你之前拿出來 提出了 令到公眾有一個固定印象 那這個是一個對被告不公平的狀況之下 那件證物會整件廢了 而在這件事上面 那個年輕人只是買東西 你沒有了那些類子的證物 你是沒有證物 零證物 所以這件事其實很為笨實 這件事後來我看過 我也掌握了知識 因為我看有一個律師的訪問 不知道是否王國彤律師是誰 他就說原來是這樣的 精密是要講連貫性的 那包東西為何要放在膠袋密封呢 就是要證明 那一刻之後沒有人再搞過了 所以你剛才播《無間道》這首歌就好了 其實警察應該多看《無間道》 《無間道》裡面劉德華打電話給梁朝偉 他是隔著膠袋打的 他不會嘗試拆開它 那個袋拆開了就沒用了 那包東西不能拆開的 人家為何要在膠袋裡面打呢 證明當時無間道的資料搜集相當好 於是再翌日就發生了什麼事 開完記者會了 當時那個sir還要死撐 說沒有這個我們用來示範 這個證物沒有問題的 當然回到去就被律政司那邊說 就告訴你有問題了 這件證物簡直是不能用的 那你沒有證據那怎麼辦 於是再翌日呢 就去拿手令 就去了那個年輕人家裡搜查 這個原因很簡單 如果當時他真的搜到什麼 那就用新的那些 因為你有手令之下搜到證物 就用其他證物了 用那些證物來告 即是打算搜包新的東西 對 看有沒有 但誰知道 你聰明人家也不傻 兩天了 有什麼都先搞定 這個真的太有智慧了 接著他搜不到 那個年輕人又不肯保釋 我不保釋嗎 你脆什麼 他就唯有少許放人 結果就變成要放人 他沒有證物 其實這個程序很有問題 為什麼 這件事已經是見報了 即是大件事 這麼多人給了意見之後 竟然有人這麼愚蠢 走去打開證物 拿那支東西出來 其實他只要去回鴨記 買一支這樣的東西回來 再慢慢入電 搞一大餐 你就可以表演了 這樣怕人家不買給他 認得了 那就穿黑衣去 街坊這樣 不怕 你找個生口臉 穿黑衣去 對 那時候還沒刺破的黑衣人 當然 還沒刺破的黑衣鬼 說真的 我覺得那一幕其實很好笑 你作為一個成年人 我覺得警察本來是一個市民的好榜樣 本來是一個好榜樣 即是我們原本 過去的印象 警察都是一個正義的 至少有一個正義感 但他做出來的事情 尤其是高層的警察 那種歪論是他自己才會相信 是交到怎樣呢 你作為一個普通 你自己大家都讀過中學 有時就會被警察抓到你在廁所偷偷吃煙 然後你就會跟警察說 好吵架的藉口 不好意思 我在廁所水箱上 剛好撿到煙 我沒有火機的 強仔就說 在洗手盆那裡有個火機 拿下了 我們就嘗試點穿它 看看什麼效果 點穿它 什麼效果 哎呀 我不斷吸了一下 不是吃煙 知道煙自己怎麼穿了 剛好又有工具 那他就穿了 他穿了 我不斷吸了兩口 沒有吃過煙 你說這些 我們以前永遠都是這樣的 就是出貓說本書自己在地上打開了那些 沒有沒有沒有 本書在地上自己打開了 你被風吹開 我們從來這裡全部人都沒有鬥過這本書 就是說這些 喂 大哥 你當我們是小學生嗎 就是說的時候 你會知道那樣東西 其實是開脫不了的 你明知道是一些很荒謬的藉口 那你都說 你真的有沒有搞錯 你是想 喂 你本來是市民的榜樣 第一就是 你出了糧 那份工 你都要做好它 我和你都是做IT 你都要很現實地對著那些東西 是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不可以 那一部機撥得起和撥不起來是很清晰的 你不會有部機 黑了屏 你跟他說 著了啦 你照用吧 打完字 你自己開工 你不會這樣 你要面對現實 而 現在給我們看到的就是 每天四點鐘 警察都說一些 連他自己都肯定不相信的東西 即他自己說完 如果他可以把同一堆說話 回家和他家裡的兒子說一次 那我真是佩服你 我又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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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不是丁蟹毛 你知道吧 丁蟹教四隻仔出來 那就人善人欺天不欺 丁蟹教四隻出來都教到的 你一去了丁蟹毛 我又不夠你玩的 始終都是香港經典來的 我就是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丁蟹毛 即他覺得他怎樣都是對的 這樣 這樣不夠你玩的 但我自己在那裡看 就是 起碼我深水波很熟悉 那裡我當時聽到聲音 那些有部分聲音 我都是我認識的街坊 我就是覺得 你那樣東西離譜到街坊都受不了 然後你後來說那些荒謬的東西 是荒謬到連街坊都不相信 然後你說你四個 是剛好一起穿黑衣 然後就走來買個套 買個套就用來套電筒 於是就剛好巧遇這個年輕人 然後激於 不是出於義憤的 他們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懷疑 就四個 難得有四個警察 平時好日都不見一個警察 難得有四個 穿便裝都是穿黑衣的警察 一湧而上 為什麼不休息一下 昨晚才 我就是覺得 就算是一個行動 你是應該老老實實 跟公眾說 你不說謊 是一個條件 一個首要的條件 如果你要別人尊重你 我都覺得 以前的警察 如果你說你做得正正經經的 其實別人是會尊重你的 你要別人尊重你 你那個是行動便行動 就是你們穿黑衣打扮 潛伏在街坊見到 就是因為收到情報 那你就收到情報便收到情報 潛伏便潛伏 不是錯的 本來這樣說 其實當時如果他這樣說 我相信連街坊一時半刻都拼不到 人有時越說真話越正氣 你就越拼不到 警察是甚麼呢 那些人是說謊 說得住不了彎 當你包了兒子 說真的 你回到家裡跟你老婆 越說話越假 一個謊就蓋一個謊 說完一個謊 又要再蓋下一個謊 蓋上一個謊 越蓋你的人就越鬼祟 越不能見人 人家就越對你更沒有信心 如果他整件事都說真 為什麼他一見到人 就馬上說謊 他已經變成了禁制就是謊 這些就是包兒子的男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 每個人都是這樣 每個人的男人 按鍵就只能夠說謊 他就兩邊 最後他變成人生靜得謊 我有些同事就是這樣 我看到他人生按下按下 他對他大婆也是說謊 回家裡跟兒子也是說謊 甚麼時候都是跟兒子說 遲些跟大婆離婚 回公司都會繼續說謊 他人生變成一個慣性謊 就是那個按鍵 只能夠開口就是謊 警察說真的 你之前做的事 和這件事獨立體 如果你認為他買的十支雷射槍 真的是槍 燒得著報紙的很厲害 那就是武器 你說是武器就武器 那是不是武器 你要拿上法庭等個庭判斷 你們抓他是一個潛伏的計劃 跟蹤潛伏 穿黑衣 一擁而上 這幾樣都可以正正經經跟別人說 而不是亂按 一有人發現 一被人嚇 你會立刻按鍵 說幾個謊 大佬 你做甚麼警察 你本來是市民的榜樣 你很簡單 這幾位sir 如果你家裡有小孩子 他的老師是這樣 你會不會接受那間學校 總之見到學生 就開始說 一見到學生 就跟學生說謊 明明學校沒有雪糕 他就說有雪糕 明明學校有後門 就說沒有後門 等等 老師不停地跟你兒子說謊 不停地說 連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 你自己越整就越鬼祟 結果就變成現在這樣 你為何要說謊 是潛伏就潛伏 然後還要全香港都看到 你那個肯定就是一個潛伏的行動 跟蹤他 然後拘捕他 然後你再說一些 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謊 就想著掩 就令到你好過些 不會好過些 如果把我剛才那堆說話 我們覺得他有可疑 所以跟蹤他 穿黑衣是為了方便在人群裡面潛伏 然後有需要我們所以去逮捕他 這堆說話你聽起來 四點鐘說的時候 都理直氣了很多 結果四點鐘說出來的是什麼 為了要掩蓋那個謊 然後就直接拿那支筆出來 拿那支筆出來試 然後你就不停地說不同的謊 去掩蓋你之前的謊 越掩蓋就越差 更加沒有人支持你 這些謊言是離譜到 說真的 你回深圳講也沒有人相信 深圳公安這樣講也接受不了 深圳人 所以那天的事我就是有這樣的感覺 好繼續 繼續 繼續講到這個 下一單 下一單就是國泰的問題 港行就發聲明 那聲明的內容我都覺得是 不需要懷疑 即是中資來的 港行不是正常嗎 是啊 很正常 但是 跟著就報國泰被人搞 首先就是這個 中央那邊就要國泰交人 就說你以後 非中國那些人 就要全部去交這個 交資料 就是你有什麼人非中國 你要交資料出來 嗯 其實這件事情 我就想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 其實 作為那個國家的領空 擁有人 即擁有那個國家 擁有那個領空的國家 他真的要這樣交資料 其實國泰是真的無法避 除非國泰不非 國泰說我不交啊 這樣的 是的 這個問題呢 是出在另一個地方 第一 就是 他不只是說 香港非中國要交 嗯 他是香港 即是 他國泰經 在香港出發 那他 飛去 中國 應該是這樣 他經過中國的領空 飛去其他地方 飛機都要交這些資料 那我又想問 其實我聽過 飛機師議員 譚文豪說 他說這種事情 不是沒有的 要交機師資料 不是沒有 正常 不是因為有這樣的事 我想是因為反恐 我要知道那個人 是什麼底細 或者是他信什麼教 信回教 小心點 有些人會這樣想 但是呢 我覺得呢 他 飛過領空 就要交 那 不是很大劑 都很多飛機會跌過去 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如果你說 很多航線會跌到的 如果你說反恐呢 那 其實呢 你 你 飛下去的飛機 你怕那個飛機師 可能好像9-1這樣 會坐飛機坐下來 嗯 是對的 不是可以的 就是你飛下去的人 你要做一個反恐是可以的 那問題就是 飛過的人 是 都 關你事呢 那這個就變成有問題了 喂 大哥 我的飛機是香港飛 那 因為香港其實呢 如果你 多數來講 你是 有什麼情況下 會飛過中國呢 通常是飛歐洲的時候 飛俄羅斯的線 嗯 飛俄羅斯的線 是的 由哪裡飛 就是由香港起飛 就會經過中國 飛歐洲 飛歐洲 飛俄羅斯 正常 但是 飛中東都可以不經 嗯 是的 但是飛歐洲和飛俄羅斯 基本上是不能避 一定要經的了 那問題是 喂 我起點又不是 叫做中國的領空 那 終點又更加不是中國的領空 嗯 但是我要將些人員的資料交給你 這個就是問題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責任交給你 因為其實實際上來說 如果在這些情況下呢 那架飛機飛過你中國的地方 他的高度應該 通常都保持在巡航高度的 意思是 可能 二萬八千尺啊 三萬尺啊 三萬三千尺啊 那些高度 是的 那 如果 他不知道為什麼飛下來呢 你就已經可以問他了 嗯 即是你是不需要 預先知道 那個 握著飛機高的人是誰的 是的 如果反過來是飛去你中國的 那你當然有可能 譬如說 香港飛北京 那架機在接近北京的時候 降低了高度 那當然啦 因為他本身是飛北京的 他飛到北京 就自然會回來了 那你怕那個 飛機師是想做邪惡的事 想去撞天安門的 那你當然 你想知道那個飛機師的底細是什麼 先 讓他這樣做 那都可以理解的 那但是 如果他只是飛過 而突然間 他本來是三萬尺突然間下來了 你都已經 覺得他有問題了 你不用知道那個人是誰的 是的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喂 你真的叫郭太 我坐英航怎樣 我坐法航怎樣 是的 其實這件事也是 我坐漢沙怎樣 荷蘭KLM呢 喂 再不是我坐俄航就可以了 是的 那那些人 又不會構成危險 呃 那又 這樣說真的 喂 我坐俄航那個人可能很反中 那些 喂 你都知道俄羅斯 現在 對中國都不友善 那些什麼卡塔 那些 信回教那些 會不會 那些是中東的 是 那些很大機會 不用經 反而反過來 那些可能是經 東南亞那邊 日本那些就是會 日航那些 日航那些 日航直接飛出海 沒有關係 是的 那日航 如果你飛日本的話 通常 他會選擇走台灣的路 哦 OK 但是你飛歐洲那些 喂 那怎樣 那個英國人 就是反中的 那他又不用交資料給你 那你不怕嗎 是的 你不要求那些 那 這兩個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 嗯 那跟著的發展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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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呢 最新的發展就是 他炒了兩個機師 嗯 是的 那第一個機師呢 就是這個 不是說第一個 先說第二個 第二個機師 我覺得是 合理一些的 因為呢 他將一張 應該在機艙裏面拍的 拍的照呢 就傳出去 是 那這個叫做 就是洩露你工作上的資料呢 其實任何公司呢 哦 那個就不行了 那個簡直是 犯了那個 機師的規則 是的 就是你 你不要說做機師啊 你任何一份工 你將工作上的資料傳出去 是 那當然沒有人追究你就沒事了 嗯 那你一人追究你 就是你走不掉的嘛 這些東西是炒的嘛 但是 那這個反而 不是大大的問題 那但是 但是另一個 就是第一個那個呢 就出大大的問題一點了 因為第一個那個 就是 就是 就是現在被人告暴動罪 就是 他那天有去示威 那那些警察沒有差別抓人 那就抓了他 聽說那天有個護士在那裡救人 他都被人抓了嘛 是啊 那也是告暴動罪啊 是啊 沒錯 那如果那個機師被人告暴動罪 還沒判的啊 嗯 那你就解僱他了 那這件事是什麼事呢 嗯 那如果很公道就要等法庭判的 嗯 因為你未判就不知道他有沒有罪 不知道是不是 直接不知道是不是那件事 嗯 就是可能是完全不關他事的 嗯 那所以就 照計就要等法庭的 那但是商業決定呢 你是吹他不仗的 不是啊 你炒完有個原因的嘛 那又 兩體呢 那我 那我拆開兩件事 如果純粹因為這件事呢 那呢 就不行 因為呢 這個 還沒上庭啊 你不知道他有沒有做嘛 那他可能直接沒有做 或者認錯人的 那 那 那 就走 那就沒有關事的啊 那他是無辜的 那但是呢 商業決定是另外一件事啊 就是那個人 有沒有做些其他事情 令到郭泰覺得會影響他呢 那是另外一件事啊 但是問題是 他做 那 就是怎樣 你 就是 你 你你你你你你炒人 都要有個原因的嘛 就是如果 他 因為犯錯 而 給你炒的話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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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不是賠錢啊 或者是不是通知啊 那 就是什麼的嘛 但是他根本什麽都不是,而你要解僱他,當然我不太知道 可能你的賠償要給了很多 那些通知期,那些什麽那些 其實有一大堆東西要給,遣散費那些 當然我現在看到的報道,就沒有講國泰有沒有給這些東西 是不是當一個正常的,普通的辭退僱員那樣 給足遣散費,給足通知期那些東西 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因為記者問他,郭泰就說他就不會評論這件事 所以中間究竟是差什麽,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他真的當他犯錯來解僱 那他第二天判了沒事 那是否復工呢?請回他呢? 這件事來說,如果是... 我覺得比較合理的做法,因為這些事我以前做的公司都是大間的 你現在那間也大 一般合理的做法就是停職 我覺得是你可以停身,停身停職 因為他懷疑你牽涉一些會影響公司的案件 那我就見過的,因為我以前那些公司是試過的 他可能壞了一件事 不過我們以前會因為這樣停職 多數是因為商業犯罪來的 可能有件事ICAC在查你 那又說真的 相對來說 我以前那些是港資公司來的 都大間的 做法又公道些 反而比國泰公道些 他就是那件事真的有案 有人在查你 而公司都覺得那件事如果成立 如果成立 可能那件事ICAC在查你 你可能是受賄的 那就刑事 可能會影響公司的 可能會影響你自己的生意的judgment 你自己是一個採購主任 你會去賣東西 那你幫公司可能 不買過很多東西 我以前做電訊 那些東西會有很多錢 你可能跟電訊供應商買兩億家餐 那他就會先停職 然後等那件事搞 停不停身再談 其實有機會會停身又停職 然後才查完一大餐 然後你洗脫了罪名 那就沒事了 如果有事 有事就不但要受刑責 如果有事理論上 公司還可以追究你 你這件事搞到公司 他虧了一千萬 那他公司的律師還可以繼續向你追討 但一定要前提 這件事是要搞清楚的 還有他會停身停職 是因為那件事也跟公司有相關的 我不知道郭泰這件事有算不算 我聽起來 其實停身停職就合理了 你沒有理由因為一件未知的事 所以這兩天就講到 究竟你還支持不支持郭泰呢 我一向都不支持 大家都知道 那我想問歐長 我自古以來都是搭郭泰 那就考慮搭ANA 那日本而已 其他那些呢 ANA有其他航線的 但是就麻煩一點 他有些航線 例如你去美國 你都可以搭ANA 證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你就先去日本 轉機去美國 因為這兩件事合起來 影響最重要的是 你飛歐洲那些線 我當然以一個偏頗的立場來說 我一向都不支持郭泰 我就說你飛歐洲那些線 不是歐洲那邊的那架機 你搭歐洲那邊的那架機 機師的資料又不用交給大陸 那些空姐的資料又不用交給大陸 說真的 我搭郭泰這麼多年 都是因為搭慣 所以我都曾經說過 我自己都不建議大家搭 我從來都不覺得郭泰的性價比是高的 所以我從來都不建議你搭 我說我搭 我不代表你的 如果有得選 那當然是搭那些中東那些 人家那些又有美女 又吃東西又好 那當然是搭那些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不要中介 人家就是想你不支持郭泰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像剛才這樣說 郭泰走的事情來講 你將他停身停職 什麼都停了 只是不解僱而已 停身停職等判決出來 我就覺得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要解僱 那我就很懷疑還有什麼理由 要支持你了 意思是好像近日的藝人那樣 就是說如果你說 我的手機壞了 我這兩天上不到網 什麼都看不到 這樣 那就沒事了 你這班人就是要走出來 那我很難繼續支持你的 這樣 咯 是啊 那就是這個意思 我又不相信 說真的 我又不相信 郭泰不解僱那個人 會馬上被大陸停飛 那肯定不會 我就真的不相信這件事 那肯定不會 因為這件事 你不要說其他事情 大陸飛過他 飛過他的領空 都是外匯來的 不是自稱香港航空 那間香港航空 這間是香港原本的主權航空 那現在大陸當然是很多 國泰飛機飛來飛去 加上很多大陸人 是會飛來香港 再轉機去別處 怎麼能夠沒有國泰呢 你說不讓他飛回大陸 我就說 我都不相信 浪費氣 難道搭南科航空 那就是 我這件事 在這件事上 我不覺得 交資料給大陸 那件事是真的沒得選的 我都認同他 而且他主動要交 那你沒辦法 他主動要求你交 那你沒辦法 但是炒人這件事 我就覺得 你還是有得選擇的 那 而你選擇了那個方法 那我真的沒什麼理由 叫人支持你 這樣 除了勾樣 看看他怎麼解釋 他現在有沒有解釋 他現在說不評論 再進行中的事件 進行中 就是炒 那他炒那個人是有個過程 他現在正在炒 炒人哪有炒 我不知道 他正在形容那個人的案子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是嗎 就是問他就這樣說 他要講清楚 炒人不是一個過程 炒人是炒 和不炒 一秒的事 你不要加ing 那跟警察一樣 你問警察 你那天在做什麼 這方面我們要調查中 是嗎 是嗎 那女兒被人插爆對眼 其實都不是什麼 我們還要調查的 他是說眾說昏雲 你老美 眾說昏雲 全個長得 你有這樣的武器 有這樣的能量 我就是說 這些就是警察現在 為什麼人家不尊重你 是要面對這件事 老老實實說出來 然後人家才拚不到你 你哪有這麼乾淨 繼續說過程 我暫時霸答 暫時回答A&A 始終短期內 我都是去日本 或者去美國 那絕對是有別的機 美國UA都還有機 美國就有很多 要去美國 以前 其實我大把飛機可以搭 A&A是絕對可以搭到美國 而且不貴 只要你去日本轉一次機 你反正都去日本 如果去日本轉一次機 更開心 那個不是減值 那個是價值 是BONUS 我還可以在東京玩兩天 這樣 好 繼續 好啦 講到這個 警察 剛剛 歐陽叔說 警察說謊 說到出塵入化 那件事 大哥 跟著這件事 又是 就是 輪到那些真正的黑鬼走出來了 喏 現在他的說法就是 這個應該是周末的事 現在他的說法就是 他承認了由六月開始 就已經有些黑鬼放進去 只不過 不是說清楚 臥底 不是臥底 你說清楚這些不是臥底 臥底是用來第一 第一 拿情報 第二 是要抓那些 躲在後面的大鱷 即是 你看無間道 又是 要抓曾志偉 大哥 那個叫韓芯 是 不要亂說 你的名字 是 要抓韓芯 韓芯平時是躲在那裡 那你抓不到 那你就派一個臥底進去抓他 所以要出動梁朝偉 但是現在 他再抓那些人 全部都在街上走 他就在你面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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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講你所謂的暴力 那你 你 又沒有情報收集 那個人又不是躲在那裡 你要餓什麼 說真的 他再另一天再問他 他已經不敢說 那些人是臥底 他就說只是喬莊 只是喬莊 只是喬莊 喬莊那些人做了什麼 現在 那些人全部都拆出來 又說之前射橡巾 那些 又是 又是臥底 又是喬莊 那些什麼 你追求這個問題 好了 你喬莊了那麼久 要不你就喬莊到底 即是你騙人 要不騙一輩子 他忽然間發難 他忽然間去到那天 那些人出來抓人 被人拍了 還要是 CCTV的記者走過去問他 問得好 你是不是警察 你是不是警察 那個人還不敢回答 即是 像你說的 你講大法話 那些人不敢回答 CCTV的記者 嚇到那個人爭 嚇到他躲 一路走 敗走 然後走上Rando 當然 其實他也是不說 警察那種態度 才是令人最洩氣 你為什麼不可以正正經經地認 如果是扮就扮 那扮沒人怪你 你平時都會扮豬肉 潛伏 你一人扮到底 你從來都不表露身份 就是扮到底 兩件事都是扮的 他走到鴨記那裏抓人 那四個黑衣人 其實不是又是特地穿黑衣 扮扮示威同仁 其實你講到尾 好地地 好人好者 說真的 他穿完那四個忍者 在鴨記還起眼 我開始懷疑 我是開始懷疑 反而是那班指揮的人 那些IQ 我相信那四個人 自己都覺得很差 四個黑衣人 穿到忍者 在鴨記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下過鴨記 那些高層 根本他們沒有下過深水埗 我自己在那裏天天運 如果在鴨記有四個黑衣人 在那裏走來走去 在那裏嘗試買電筒 我就真的覺得很可疑 是那四個黑衣人 應該就會被人報警 街坊看到 糟了糟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 什麼黑社會 先報警 他還說 他買電筒套 買電筒套 大哥 你那幾十元東西 你懂不懂走那麼久 有淘寶的 阿Sir 是啊 大哥 如果你買幾萬元東西 你就說 好像無眼道一樣 你要試那個十幾萬喇叭 你又逐間坐下來試一下 你買那個十幾二十元 套 套 大哥 還傻了一點 那個試音那間店 就在鴨寮街 你現在在第一段的二樓 不是旺角嗎 不是 鴨記 那間是在鴨記 在第一段上二樓 還在 現在不知是否轉了老闆 我不知道 那間店長期在那裡 你如果走 就西九龍中心 向著那一段 有一間叫萬星音響 萬星音響 就是地下 萬星音響的上面 你看著一萬星的樓 上面 有一個玻璃屋 就在那裡 那些黑衣人 就在那裡的對面 抓那個學生 繼續 這個是臥底 你就認為他是黑鬼 我不贊成他黑鬼 因為很容易被人誤會是奧巴馬 我怕別人以為我們誤會奧巴馬 奧巴馬 因為奧巴馬 別人都會叫他黑鬼 除了特朗普說之外 他不覺得其他人說是底位 之後特朗普說才會覺得他是底位 而他們兩個是 因為前一屆總統和二任總統的關係 其實他們有直接電話 應該會直接打手機 但是他現在就不會 現在可能大家互tweet 我不知道 奧巴馬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會tweet 我看他的樣子 不是啊 奧巴馬很守規矩 奧巴馬那八年是沒有tweet過的 他的機器不能用的 他收到的機器是Norkia 810 是嗎?這麼慘 是啊 但是特朗普不守規矩 他死都拿了自己原本的機器 所以他由頭tweet到尾 我也是覺得特朗普開心一點 是啊 手機都沒得玩 他是Twitter自覺